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自己家裡門口 就是多服務社會 這樣 所以說你上次販賣這種藝人做這些 這些健康養生 對民眾最大好吃在哪邊 這個的話 方便就是早餐 就是給他們方便 不用自己煮 就可以吃到 養生方面的 就是五穀雜糧 這方面的話對我們身體是 有美白 可以瘦身 是很不錯的 尤其女孩子喜歡漂亮的 她更是喜歡吃這個 對你本身是護女人的觀點來看 就是早餐吃天然健康的食品最好的 對 五穀雜糧是屬於比較天然的 對 吃下去的話就是可以瘦身 可以美白 對我們身體長期飲用的話 是蠻有益處的 而且我們的杯子都用這個PP紙彩的 那這個可以耐熱 可以耐熱 長期飲用的話比較沒有德性 是 牛奶 紅豆也可以加牛奶 這個美味更加 所以說就 喜歡這五穀雜糧的朋友 可以來歡迎光臨 對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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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